好的 来关心由台湾主办的第三届亚洲大学南篮锦标赛 昨天进行了台湾对中国之战 而到场观赛的三名开南大学学生 当时他们在场边挥舞国旗要为台湾队加油时 突然是遭到了大会裁判长李鸿奇冲上观众席来制止 而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把在场所有的观众都吓了一跳 就是在这个球场上第三届亚洲南篮锦标赛 台湾队迎战中国大陆 中华队加油 当时学生就像这样子大喊中华队加油 但是三名开南大学的学生高高举起的动作 大会裁判冲上观众席 制止三位同学要求他们把国旗给收起来 裁判长这样制止所以有点过于夸张这样 因为大家都喜欢对自己国家加油 对所以举国旗应该是没有错 被制止不能拿国旗 大会强调这是遵照奥运规则 他奥会模式的规定 如果是不准有国旗出现的话 那大会会去做裁定 两岸的体育赛事避免涉及政治敏感 要求球迷收起国旗 大会裁判冲上观众台制止的动作 另在场一阵挫厄 也让球迷失望 只是要替台湾加油有错吗 专闻新闻黄楚华桃园采访报道